老大老二都覺得我是一個非常好的媽媽 只有徐老三會說 媽媽我覺得你好像比較懶惰耶 她說 你最近真的沒有工作 我說 OK 但是看劇也是一種學習啊 有 那個工作我沒有讓她接 因為我覺得她現在已經覺得自己紅到不行了 我怕她 一旦給她真的接了太多工作 她會 耍大盤 耍大盤 小S出席活動接受采訪時被問到狠女兒們的情況 小S的自爆最近沒什麼工作在家追劇 竟然被徐老三嫌棄 搞得自己只能理歸狡辯 孟宇俩真是可愛刀包 小S的女兒逐漸進入演藝圈 有時候關注度甚至超破媽媽 不過小S也很清醒 直言不能被徐老三解工作 因為怕她耍大牌 真的是親媽才會說出的話呀 不過徐老三可愛又傲嬌 以後也會接班老媽 成為新一代廣告女王吧